当我们探讨一个人的格局如何决定其人生结局时 我们其实在谈论一个深远且影响深刻的主题 格局不仅仅是你的外在表现 它是你内在精神的直接体现 一个人的人格素养 价值观和处事心态 是构成格局的基石 这些元素合在一起 不仅决定了你将如何走过人生的道路 还将影响你周围的人和事物 想象一下 一个人的人格素养如同他的内心指南针 他指引着他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做出的选择 形成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和应对方式 价值观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信念和原则 它们影响住我们每一次的决定和行动 而我们的处事心态 这是我们面对生活时的态度和心情 它能让我们在逆境中依然保持正面和坚强 这些内在的品质决定了我们对外界如何反应 当你有一个宽广的格局 你会发现自己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冷静 睿智 你不仅仅是为自己助想 也会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和需要 这样的格局 让你能够建立更加深厚和谐的人际关系 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成功 但是建立这样的格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 精力和不断的自我反思来培养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步的成长和进化 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培养这些品质 并把它们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现在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构成格局的核心元素 首先是人格素养 它不仅代表你的行为举止 还代表了你的内在诚信和道德标准 一个有良好人格素养的人 会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尊重 责任感和同理心 这些特质不仅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受到尊重 也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铺平道路 接着是价值观 这是我们行为和决定的指南 当你清楚自己的价值观时 你会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动摇 你的价值观会在你面对困难和选择时提供指导 帮助你做出符合自己信念的决策 最后 我们来到了处事心态 这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它决定了你是以积极 还是消极的方式来面对生活的挑战 一个积极的心态 可以帮助你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和机会 而消极的心态则可能让你陷入困境 所以 当我们谈论格局时 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系列深刻且 互相连接的内在品质 这些品质不仅影响着我们的个人生活 还影响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贡献 当你有一个宽广的格局时 你不仅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充实和满意的人生 还能够对周围的人产生正面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自己不仅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也为社会和世界做出了贡献 格局的建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成长和进化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品质 并积极地去培养它们时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旅程 这是一个既挑战又充满机会的过程 它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充实和成功的人生 所以当我们谈论格局时 我们不仅是在谈论个人的成长 也是在谈论如何为整个社会和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这就是格局的真正力量 它不仅决定了你的人生结局 还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所以不断地培养和提升你的格局 你将为自己 为周围的人 甚至是为整个世界 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 你可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你的格局 从小时做起 比如学会更好的聆听他人 展现同理心 或者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积极的心态 这些看似小的行为 实际上对于建立你的格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每一次当你选择以正面和建设性的方式 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你就在扩展你的格局 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你的经历和成长而变化 所以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 不断地去探索和挑战自己 将帮助你建立一个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格局 当我们深深渴望某样东西时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背后默默推动我们走向目标 这种力量不是来自遥远的星球 也不是超自然的干预 而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呼唤 我们常说当一个人真心渴望某事时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他 但这并不是说有外在的力量在其作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展现 这种力量就像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呼吸 虽然看不见却无所不在 我们身处的自然界就是这股力量的源头 它渗透在每一个生物 每一片树叶中 它不仅连接着所有的生命 更连接着我们的梦想 渴望与目标 当我们展现出真正的热忱和意志 这股力量就会被唤醒 开始发挥作用 它会通过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的环境 甚至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途径 来帮助我们 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线 将我们和所需的资源 机会紧紧连接在一起 我们可以称这股力量为内在原力 它属于每一个人 等待着被发现和运用 内在原力不仅是一种能量 更是一种信念 一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当你学会信任这股力量 你会发现 你所追求的东西其实一直就在你身边 这股力量并非神秘莫测 它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当你对某件事充满热情 你会发现自己周围的人也会被这股热情所感染 他们可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建议 提供你所需的资源 甚至是开启新的机会之门 这不是巧合 这是内在原力在起作用 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帮助你 重要的是 要学会识别这股力量的存在 并且用正确的方式来运用它 一旦你开始与这股力量共鸣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出现变化 你不再是被动的等待机会 而是主动的创造机会 你会发现 随着你的心态和行动的改变 周围的环境也会相应的变化 这就是内在原力的魔力 它能够将你的梦想转化为现实 但这股力量并不是随意操控的工具 它需要真诚和坚定的心来引导 当你的心态正确 当你的目标纯粹 内在原力就会以最好的方式来帮助你 记住 这股力量来自于自然 是所有生物共同创造的能量场 因此 当我们使用这股力量时 我们也要尊重自然 尊重生命 这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梦想 也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 最终 内在原力是关于连结 是关于和谐 是关于生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当我们学会运用这股力量 我们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能够为世界带来正面的变化 所以 当你下次感到迷茫或挑战时 记得这股力量就在你的内心 打开你的心扉 感受那股力量 让它引领你走向你所渴望的目标 相信自己 相信那股内在原力 它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帮助你克服困难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力量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股力量的奥秘 一起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 存在着一股无形的力量 一种深藏于每个人内心的原动力 我们称之为内在原力 这并不是科幻电影中的虚构能力 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影响力 它通过有形的沟通方式 如文字和肢体语言 以及无形的情感传递 如同理心和慈悲 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想象一下 当你身处困境 急需帮助时 你如何呼吁周围的人 你可能用语言表达你的困难 或者仅仅透过肢体语言和表情 来传递你的急迫和忧虑 在这些情况下 你实际上是在运用你的内在原力 来引发他人的行动 不需要华丽的 此早互复杂的说明 有时候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足以传达你的需要 这种力量源于我们 每个人内心的侧隐之心 慈悲心和同理心 它证明了 即便在这个看似冷漠的社会 人性中仍存在着温暖和关怀 当我们看到别人遭遇困难 我们的内心会自然产生想要伸出援手的冲动 这不仅是出于道德或责任感 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一种深植与我们灵魂深处的共鸣 这种力量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他人 它还能加强我们社会的联系和凝聚力 当我们帮助他人时 我们也在建立一个更加和谐 互相支持的社区 想想那些因为一句简单的请求 而汇聚一起的人们 他们共同努力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证明了 即使是最小的行动 也能激发出强大的集体力量 内在原力不仅仅是关于帮助和被帮助 它还关乎信任和希望 当我们在困难中寻求帮助时 我们同时也在传达一个信号 我们相信人性本善 我们相信即使在困境中 也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这种信任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石 它鼓励我们在面对困难时 不要放弃希望 内在原力的真正力量 在于它能够激发人们的良善本性 促使我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团结起来 它证明了 即使在最简单的互动中 我们也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股力量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解决当下的问题 我们还在强化社会的联系 建立一个更加互重 更加和谐的环境 这就是内在原力的魔力 它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等待着被发现和运用 当我们意识到这股力量的存在时 我们就能够更加自信地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会知道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我们愿意寻求帮助 总会有人响应我们的呼唤 这不仅仅是一种帮助 更是一种力量的传递 一种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力量流动 当我们帮助别人时 我们同时也在为自己的灵魂注入能量 这种能量将支撑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有勇气面对 因此 当我们谈论内在原力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一种影响他人的能力 我们还在讨论一种塑造自我 建立社会和谐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运用这股力量 不仅为了自己 更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就是内在原力的真谛 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资源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股力量 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心态 这个词听起来简单 但其实藏着我们人生的巨大秘密 心态 就像是我们大脑的设定值 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做出选择 这些选择不论大小 最终形成了我们的行为模式 这些行为模式逐渐变成习惯 而这些习惯 慢慢地塑造了我们的一生 想想看 每一个小小的决定 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就像是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每一次转弯 都可能带领我们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 而这些决策的品质 正是由我们的心态所决定 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 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 看到机会而不是障碍 相反的 一个消极的心态 则可能让我们错失良机 甚至走上一条充满遗憾的道路 每一次的选择 都像是在我们的脑神经回路中 留下一个小小的痕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痕迹逐渐积累 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 这股力量 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原理 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显现的 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培养 当我们不断的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股力量就会逐渐增强 最终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 这就像是复利的效应 一开始看似微不足道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惊人的 想想那些成功人士 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 与众不同的道路 正是因为他们长时间积累的内在原理 他们的心态决定了他们的选择 这些选择又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生轨迹 所以当我们谈论心态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种思考方式 我们还在谈论一种可以改变人生的力量 这种力量 随时随地都在影响住我们的决策和行为 它在不经意间塑造了我们的一生 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因此了解心态的重要性 并学会如何培养一个正面的心态 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关键技能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更加主动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 我们可以通过培养正面的心态 来提升我们的决策品质 进而改善我们的人生品质 这就是心态的力量 那不仅仅是一种思考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索 如何培养一个正面的心态 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